很多的网友在昨天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笑一笑觉得哎呀行政院被打脸 但是忽视了这件事情的本质 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用了公家机关国家机器的力量 领着人民的纳税前的公行 来举办了一场记者会 做了大大的背板 号召了媒体开上记者会 媒体所有斗大的标题 平白无故的去指控栽赃造谣抹黑 一个无辜在经营生意 手无寸铁的普通小老百姓 这是这件事情民进党最恶劣的地方 这个店家他招谁惹谁了吗 他过去有得罪民进党吗 没有 而且他还是民进党忠诚的支持者 他是忠实的粉丝 结果民进党因为他要政治斗争 为了打击国民党 为了要打击柯文哲 不惜栽赃牵扯到无辜的小老百姓 幸好这间店他及时的拿出了检验报告 如果他检验报告没有第一时间拿出来 如果他不懂得联络媒体 或者他的检验报告可能明后两天才出来 这间店就被搞死了耶 当这间店被民进党活生生 用造谣的手段搞死的时候 民进党会在意吗 他当然不会去在意啊 这就好像是先前陈吉仲 开头就说了 是所有的牛肉命令 所有的牛排馆 后来改成八成都有问题 民进党带头就是污蔑所有的店家 有使用美国牛肉就使用来牛 当然我们从逻辑上事实上很明显都知道 这完全是两回事 美国的牛肉不等于是有来客多班的牛肉 就好像民进党不一定全部都是好人一样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对吧 民进党里面有像我们王世坚议员 一诺重千金重视诚信的好党员 但同时也有像苏贞昌这样骗神的 或者是像两个姓丁的人 就叫他们丁丁好了 苏贞昌跟着两个丁丁 这种骗神骗人栽赃抹黑造谣的人 同样也都在民进党里面 苏贞昌怎么样来帮他的发言人来护航呢 这个什么他很年轻 讲白了就叫做 这个姓丁的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苏贞昌用这种方式 完全没有看清这件事情的本质 是整个行政院用网军用梗图 来欺骗在野党来欺骗人民 明确标示源头管理 去茶厂 增列祸号 民进党这些政经的事情完全都不干 面对在野党的要求完全都不理 只会把这些精力跟精神 拿去攻击普通的小老百姓 这是民进党最恶劣最可恶的地方 行政院已经成为 民进党网络作战的中央厨房 行政院应该改名叫做党政院 得了吗 得了吗 嬌